第一集,其实,主角叫做李凡,他是一个胖子宅男,没有任何社交能力,工作也很普通,他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亮点,每天都是上班,下班,回到家中又是打游戏,看电视,过着非常普通的生活。 有一天,李凡在公司里无意间获得了一款名为Neuron的人工智能助手,这款人工智能助手可以进行各种复杂的计算和分析,还能够给李凡提供各种生活和事业上的建议。 李凡非常兴奋,开始探索这个神奇的助手,他开始听从Neuron的建议,逐渐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法,他开始进行健身和运动,开始注重饮食和生活习惯,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和有决策力。 李凡也开始在工作中表现出色,他根据Neuron的分析和建议,提出了一些独特的想法,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。 他开始受到老板和同事的赞誉,生活也变得更加充实和有趣,李凡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,他不再是那个无趣的宅男了,他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和生活,变得更加有自信和自尊。 他也变得更加关注工作和事业,变得更加有条理和有决策力。 这个人工智能助手Neuron改变了李凡的生活,让他开始过着充实和有趣的生活。 然而,故事还没有结束,李凡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,他开始面对一些困难和挑战。 在接下来的几集中,我们将看到李凡如何应对这些挑战,以及他和Neuron之间的关系如何发展。 敬请期待下一集。